大盤 如果光看可可大哥那段的论述 涨的加速多 千金股变多了 八千金 所以可可大哥请上来 原来大盤已经告诉大家 反弹应该还会有机会再下去的了 是 再往上弹上去了 所以呢 好 各位要注意 其实我在这地方 我曾经讲过 四月份不要被指数所迷惑 因为指数正常 让大家会怕 你看四月份 它的高点到低点 四月份的高点到低点 总共跌了一千四百三十八点 但是我跟各位讲 你看到大盤 从前一路下挫 你看那些股票都越跌越高 这就代表说 其实高配息的股票 已经早就开始发动 所以它已经呈现破断走势 因此我们接下来 是针对个股来跟各位报告 你为什么要去做 六到九月的除息行情 但呢 所以就算是最后一次 我还是要把最重要的重点 把它问清楚 因此您的意思是说 刚刚有讲嘛 大盘如果真的 正做之后再也不回头 反弹向上的反转向上 除非恶物战结束 但是如果这个是不成立的话 只有两种 一个弱势反弹 一个强势反弹 所以您的意思是 天口楼结论是不是这样 如果明天能够再来一个跳空 多方缺口的跳空 之前是空方缺口的跳空 形成了导状反转向上 这个往上的话 就叫做强反弹 可是如果明天没有一个多方缺口向上 就会比较偏弱的弱反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完全正确 那这个还等不到KD黄金 你不用管这个 只要这个地方趋势 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它明天后天一定自动 就开始往黄金交叉走 这个地方它就开始 会往临轴开始靠拢 这会自动发生 那我懂了 这边下方还没发生 难怪我刚刚的考题 国务大哥说还没等到 因为其中一个答案就是 KD要形成黄金交叉在20这边 然后你看MACD要有复分症 现在都还没有 它取决会在明天的开盘 来决定未来的方向 所以看这个地方就好了 好那我再要一个答案 是 这种低点是不是不会回撤呢 你觉得 现在跟各位表达的就是说 来导播清调 其实在这个地方低点 是在16219 其实我们有两个支撑 一个就是说 其实这个大盘对称到前波的低点 这地方对称到前波低点 这个地方也许会成为一个 所谓一个大的WD点 但是如果这边在加利空出现 如果真的没办法守住 往下修正的时候 很可惜 他在下面看到低点就是15159 这个修正就会很大了 那这要稍微注意了 这就是刚刚一开场的时候 我问建成了三个低点 这种低点如果16219 16162 终究不守的话 请您要先准备15159 就可以大概口中的低点 势必会再见到 好大盘明白了 但是现在就是端看讯号 所以大盘看讯号 个股就不一样了 有行情的就会有行情 那可不过大哥之前教过 像这种6到9月份的除息 偏息行情 绝对会再提早先发动 对不对 完全正确 我先解释一下 我上张字卡 请导播给我第二张字卡 我先告诉各位 为什么要做6到9月除息行情 我四个理由 各位一定要知道 第一个 因为二零二一年上市贵 他获利为史上之最佳 那如果是最佳 二零二一年获最佳 他会把除息的部分调到二零二二年 那因此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他的配息将为史上之最 也是最好的 所以今年有除息行情 第三个高质率率股 高配息股 因为他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干扰 比如说浙江恶物战争 没有结束有一些干扰 可是你去做高质率股 因为他利多在后 所以他会有强力支撑 因此除息行情为现阶段最佳的策略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跳到下一张字卡了 就是为什么要去做除息行情的主因 好 长荣来 长荣本身 他是一个所谓年配息18块 在货柜运输的部分 第二波的转折 请把握买点 因为他很清楚的告诉你 他的底部是越电越高 而且距离18块钱的配息 或是还有6块钱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减资 其实他会伴随的时间 越来到配息的时候 他会一直往上被迫的向上停进 所以这档股票 你只要是到了所谓转折买点 请各位把握机会 做一个短线或是区间的应对 这都是很好的选择 在第二波的转折 把握靠近上升轨道的买点 是 杨明 杨明本身比较特殊 因为在过去 我们先讲 万海过去跟长荣 其实你看这一波来讲 是差了34块 他们过去差34块 在长荣宣布配息18块 杨明宣布配息10.5元的时候 他们本来差34块 你看今天的收盘 这个收在138 这个收在142 只剩下差4块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高配息的股票 他反应力多 如果没有配息股票 他就会自然做一个减弱动作 那杨明比较特殊是 他配20块比长荣还大 但是过去呢 两个人差是差33.5元 你看今天 他收盘在120.5元 他收盘在138元 大概只差了18块 19块了 就代表一直在压缩 所以未来 今天常听人家讲说 货柜三雄里面 长荣会不会将来成为股王啊 那其实杨明有一天 他会做补涨动作 所以最近你会发觉 跌的时候杨明跌的少 也许未来长的时候 杨明就会长得多 是伴随时间的接近 那货柜三雄 杨明本身来讲 他是货柜运输的 他到9月之前 都是不断释放力多 因为四月底的时候 有一个一万一千吨的 纳明轮进来 六月两艘 八月一艘 所以后面还有四艘 会针对他美国这条线 将来会大幅的获利 所以杨明的支撑 应该是在这个虚线这边 大约就是在120 122这附近 都是属于相对低点的 这个地方都属于相对低点 好 外海 外海的部分很可惜 因为公司比较荡胜 比较小气 我一直觉得公司赚钱 一定要大方 所以你看过去 股价就从高点一直向下滑 但是我不建议各位杀低 我认为将来 如果有反弹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支股票退掉 换到这两支股票 配息比较高的身上 我觉得这是现阶段 他的操作策略 所以外海应该是要换股操作 对 对 长榮航空 长榮航空比较很特殊 就是说他只是一个 上升轨道来回振 我今天把压力画给大家看 这地方叫压力 这地方叫支撑 这中间叫转折 你几乎看到一个答案 如果在转折以下 我们都尽量怎么样 买 早买点 如果在转折之上 我们都怎么样 尽量占卖方 如果这上升轨道趋势不变 请大家按照这个方式 一直来回做 直到有一天解封 完全开放 那时候一定利多在高点 就赶快走掉了 陪险您航运类股 约6到9月份进行除息 这个航情 填席这个航情 大家的预期心理 会是在5月份的此刻先发动 你要先考位 日后才有办法去享受 它的填席的美梦 所以像这些航运股 找这样的方向 金融部分我就不懂了 人种会5月份升起两码 早就都知道了 金融股的利多也反映了 真的5月份升两码了 大家晓得它的利多还继续吗 还是利空 利多出境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金融股这波起火 是跟我们央行的总裁 发言有关 因为他说台湾的利率 不一定要跟着美国去走 这么一句话 把金融股整个交袭了 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 不必要气馁 因为美国如果一直升级 台湾的利率跟不上去 那个将来钱都会往美国去跑 所以我认为后面还是有机会 那央行做政策性的宣示 最主要刚开始是希望说 直接抑制通膨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在这 你可以看到他是走一个什么 这是什么现行 先念好不好 国泰金 是台湾最大的金控公司 其实你从技术面来看 他是走一个什么 头肩底的形态 左肩底 右肩 头肩底 然后呢 我认为金融股在这个阶段当中会 如果将来在台北股市盘是 比较不好的时候 他会出来担当什么 支撑大盘的角色 所以金融股我认为可以抢反弹的行情走势 但是一定要在跌市当中先做布局 然后大盘再涨 你不要去追买 可是跌的时候你先做布局 等到大盘如果说跌的时候 他做一个撑盘工作上去的时候 你就借着利多做短线的获利操作 所以国泰金在趁他拉回打右肩的时候 去买他就对了 所以他是一个头肩底形态要掌握右肩 富邦金 富邦金也是一样 他也是头肩底的形态要掌握买点 你看这个图形更为标准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先讲金融股只是撑指数的工具 那除非未来在美国升息之后 央行跟进 我觉得他的行情更大 如果到现在没有做央行的表态 我认为未来都是撑盘 第一点反弹的很好的工具而已 但是我先说 美国的通膨率8.5%以上 40年来最恐怖的通膨 5月升两码 6月7月各升三码 这可理解 一我们国内的通膨没有那么可怕 2到3%而已 9年半高其实也算高了 但话说回来 我们3月份 我们的央行才跟着联总会升息一码 你知道吗 现在房市的买卖移转动数 几乎停下来 几乎是微缩的 所以如果真的跟着人家升八码的话 我告诉你我们房贷户怎么撑得住 所以杨总裁您的做法 我是肯定的 OKOK来继续 好那接着呢 在照封镜的部分 这就是官股最明确的股票 各位可以看到他的技术形态 已经走一个大箱形了 如果各位有兴趣要操作这档股票 请你维持在箱形格局当中 因为他是属于横盘震荡 支撑你就站在买方抢多 可是压力你就站在卖方来回操作 这边买这边卖 台契银行 台契银是在这一波中小企业商业银行里面 表现最为强定的股票 这种通常返回来的时候 他接下来会在这个区间一直来回正 所以他也是属于一个箱形格局 你只要在低档布局 利用反弹之际 或是大盘互盘的时候 金融股动的时候 你就在压力之前 找一个获利卖点 在这区间只要格局不改变 来回操作 所以说像您这么讲 这两大类 金融依旧是称指数的 表现的机会 没有办法像上一页的航运那么加 航运还是比较好 感谢国国大科 祝福国国大科 健康平安 所有的专家 所有的粉丝们 大家每天都要越来越好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考占了 超级开心 我今天还是考满分 不 国国大科给我201分 他说连他参与前线 十年我都说对了 所以都给我1分 拜托才1分 201分 但那他说 如果大盘真的要出现了 强劲的跌身 反弹 弹上去再也不回头的 反转向上 这些的条件都得要看到 KD出现了黄金交叉 20以下 搭配着正贝离 正贝离就是价格破新低 KD没有再破新低 叫做正贝离 那就是这样个机会 然后KD黄金交叉 如果能够再出现 MACD由负分正 那叫做美好 第三个条件 K线出现了未来某一天 很长的打下去买起来的下影线 然后又出量 就打下去买起来的人 很多很多 认同这儿就是最低点了 然后如果更美好 是在当天开最低 收最高 这么扎实的实体红K棒 出大量 前面都没量 那么这就是一个标准的 回升的盘 看国家大哥的图 因为之前就是这样子 实体红K棒 出大量 黄金交叉 负分正 有没有看到 黄金交叉 负分正 实体红棒 下影线 这个全部都是证明了 国家大哥讲对了 但是请看现在 现在还没有黄金交叉 也还没有负分正 这得等了 因此明天是重点了 左边因为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方缺口 如果明天再涨 出现了一个多方缺口 左空又多 都是缺口 那么这个就是导楼 导正分正向上 台股就有机会继续反弹 但是没有办法 一直在弹得那么高 因为现在恶物还在开战 因此只有两种情境 若反弹或强反弹 有多方缺口 就是强反弹 如果没有多方缺口 那就比较偏弱的反弹 大前提切记了 16162 好 包括了16219 千万不能破 如果破了会下探这个 但国家大哥说 希望应该也不会破了 这弹的几率就会比较偏高 除息行情提醒您 不会等到6、9月再发动了 因为先买来 等待填息的机会 因为去年赚最多 去年赚的但就是今年佩席 而佩席的主角就是在航运类鼓楼 把握机会 他觉得长荣 阳明 都是要找买点 因为都在上升轨道的下缘 也许可以卖掉万海 因为价格偏贵了 卖掉万海 然后换成这两档 等待这个的填息机会 长荣航空更简单了 清掉哦 上升轨道中间切一半 下缘的时候偏弱 上缘偏好 所以这个地方买 这个地方卖 上升轨道您就都可以赚得到了 金融部分只是称指数的工具 不管是最大金控 或者是第二大金控 国贷跟富邦金 现在就是一个左肩 地形跟右肩 就趁着右肩 在低档的时候 把握买点 台庆吟跟赵丰金 相形视之也就OK了 低买高卖 以上结论 葵葵大哥正确吗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字来结尾 美 谢谢 感谢大家 谢谢葵葵大哥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 接下来要麻烦建成继续支持 因为有两大类 这也是我有兴趣的 今天的半导体类国 大家陆陆续续反弹了 也想问反弹力道能够很强吗 建成讲端看年限 因为跌了离年限越来越远 富贵力过大 所以有机会谈 到底是小谈还是大谈呢 农 梁 谷 就看月显了 一个月的平均成本限 撑着就叫做OK哦